团战收割机扁鹊 他强热的强东皇家长良 大家好我是豆豆 首先公布一下上期中奖的小伙伴 我已经联系上了他并且给他发了168的红包 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因为本期的内容还会从评论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一款168的皮肤或者是红包 点赞关注转发的几率会更大哟 言归正题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扁鹊 许多人认为扁鹊没有伤害 攻击力太低不能秒人 而我认为不然 我认为玩得好的扁鹊 那妥妥的就是一个团战收割机 扁鹊的攻击力和爆发力一点都不低 甚至有时候在一局比赛下来输出比射手都要高 好了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下面直接进入实战 我们的扁鹊有时候是比较缺蓝的 自己家的蓝让给了打野 所以就去对面反蓝 当然这个蓝也不是那么好反的 反着反着对面的队伍就来了 对面的周瑜气势汹汹紧跟不舍 类河桃的大火吹歪了 被我方的辅助拿下 看这情形对面的辅助就想跑了 我有毒你跑得掉吗 又让辅助抢了一个人头 对面的打野又复活了 这个人头可不能再让辅助给抢了 五层被动已经给他套上 想不领合饭都难 后裔也来了 我们赶紧走 此时的我们缺蓝还是个残血 但是我还想上去搏一搏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可惜了人头又被抢了 是的这一次我又来反蓝了 当着对面打野的面 我们不妨强势一些 看看我的战绩 此时的我们已经有了嚣张的资本 面对打野 我一举手就把他给秒了 回来再绕个船追击对面的中单 此时对面的人员越聚越多 混战之中总是有人想逃跑 那我就举一下手先发制人 收掉对面的中单 这波来了一个二连击破 配合我方露娜 来了一个零换四 这波简直是大转 我们和敌方僵持于中路 我率先发起了攻击 扔出我的小药瓶子给他们投毒 我方队员顺势跟上 我先举个手让对面的老夫子领了盒饭 混战之中对面的辅助也领了盒饭 我方的队员血量见底 都纷纷的走了 此时只剩下我一人 血量马上见底 我还在等大招举手 对面的射手差点让我领盒饭 打倒了射手来了法师 被动四场举手 这波我们来了一个五连爵士 我方的露娜说我太秀了 此时我们的比赛已经到达了中期 我的伤害现在已经可以秒人 就算是团战 我也敢冲进人群 和对面的老夫子脸对脸 叠被动举手 对面的人员怎么领盒饭的都不知道 我的血量总是在撕血之间 而对面的人员总是被我反杀 想吃他们吃不了 也不知道对面的心态崩溃了没有 此时比赛已经到达后期 我们已经攻上了对面的高地 我的队员都有点不健康 只有我在这里独自一人苦苦作战 对面的人员想上又不敢上 我们不要慌 总会有机会 我方的程晓金带着辅助小朋友过来支援 这波机会就来了 终于和我硬刚 我们不要慌投个毒让他走脸部 对面的老夫子又和我刚 刚着刚着他就跑了 跑了老夫子来了雅典娜 好一出车轮战呢 不过雅典娜已是跑不掉了 后面还有一只射手 投个毒举个手 直接秒送他喝饭 此时我们的兵线也慢慢的赶到 这局比赛也可以说是大局一定 下面我就来公布一下 这局比赛用的名为和装备 仅供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截图备用 也可以收藏视频 好了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